全球在疫情之後普遍出現缺工現象 臺灣民間也面臨嚴重的缺工問題 農務部長29號與全國商業總會進行座談 民間就提出希望引進外籍移工 以及外籍生進行產學合作等建議 問請教明治科大商學院助理教授林柏翰 您認為臺灣解決缺工難題 能夠從哪些方面來著手 另外高齡就業補充人力是否可行 請教您看法 其實現在政府針對缺工的問題 不外乎是因為小子化的原因造成的 那小子化的原因造成的話 還有就是產業結構的變動 那因為小子化的情況下產業變動 這些學子們或者說這些新興的新鮮人 他們對於投入特定的產業會產生一些抗拒 那包含說傳統產業也好 或者是服務產業也好 所以政府現在對應的政策 除了每年他受了這個基本工資的調整以外 希望能夠吸引勞動市場的回流 當然他們還認為說這個包含說二徒就業 甚至說鼓勵婦女這個就業的政策 是目前政府想推廣的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 其實遇到的問題是說 某些特定的產業的確不論你的薪資如何的調整 它仍然無法吸引到這個適合的人才 進入到這些產業 包含說我們講的傳統產業也好 或者是說勞力的產業也好 或者是說二度就業的這些婦女或者是說比較年長的這些退休的這個人士 竟在重新投入市場 所以因此說這個我們政府當然還有推廣說所謂的AI 透過AI的模式來進行一個解決 就是說未來希望產業透過AI的方式來解決人力的話 但是在短期內甚至說有些特定產業 其實並無法透過AI來做進一步的解決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大家都在呼籲說針對移工的開放是一個是必要討論跟檢討的政策 尤其我們是WTO的會員國 那針對服務業貿易裡面有個第四樣的模式 所謂自然的移動 也就是勞動力的移動 這一個區塊 勞動力的呈現 政府長期來擔憂的事情 說對勞工的基本工資產生競爭跟衝擊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又認為說我們必須跟國際接軌 也因此說目前的策略底下 我們也希望說政府跟工商界能夠達成對於移工的開放 甚至說鼓勵所謂良性的競爭 增加產業的發展 會有一個比較正向的政策 而不是一味的用阻擋的方式來阻擋移工的進入市場 也就是說開放外籍移工顯然是必須慢慢逐步進行 當然可能國內政府部門也會擔心說 是不是會拉低國內的薪資水準這一塊 對照亞洲鄰近國家的南韓日本 我們可以做哪些借鏡 其實我認為就是拉低薪資這一塊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競爭是必須存在的 如果說我們又要再加入這個所謂各種的這些 不管是說協議啦 多邊協議 負邊協議 或者是商業貿易行為中 我們又限制了這個用技術性的方式來限制競爭的話 那其實在我們跟國際接軌上是相當有衝突的 也就是說在各個國家裡面在移工的進入裡面 當然是先確保本身的勞工權益之外 當然有些特定的產業或是特定的工作 縱使你在調整工資也是找不到的人的情況 那所以說移工的開放 其實在政策的制定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先從特定的產業 甚至說比較缺工的產業來逐步的開放 這個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方式 不是說我們擔心因為這樣的衝擊 就直接禁止移工的進入 那比如說像說長照也好 或者是說一般的傳產 農漁產業這個部分 的確人力的流失是蠻嚴重的 甚至有這個根本不論你在怎麼聘僱 都找不到人的情況 那所以我認為移工的部分 其實它也會做一個對於產業重新整理的 那如果說一味的只是擔心 用這種工資上漲的方式來調整的話 其實也會轉嫁到消費者 那甚至會產生通膨的狀況 所以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現象這樣子